哈喽,大家好,哈喽,我是Den OK,我们今天呢也是来开箱这个手机啦 我们今天开箱的手机就是这一台Infinis的HOT10 Play 我们现在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手机的配置啦 它电池的话就是有用到这个比较大的电量咯 它电池是用到6000mAh的电池啦 它的处理器的话是用到这个MediaTek Herio G35的处理器啦 我们对比骁龙Stack Dragon 439的话 其实它的这个performance会更加的高咯 在颜色方面的话它就有4个颜色咯 所以它有这个蓝蛇,青蛇,黑蛇 另外一个颜色就是这个紫色 总共的话就有4个颜色啦 CAMER的话就是它的前置是8MP 它后置的话是13MP 它的RAM的话也是支持到这个10GB的RAM 它的内存的话是支持到64GB的内存啦 它的S10 memory也就是它放memory卡的话 最高它是可以支持到512GB啦 它的屏幕尺寸的话是用这个6.85尺寸 它是用IPS的屏幕啦 它的RAM的话是可以去到720x1640的 电池的话就支持到6000MB的电池 然后它也是支持到10W的快充啦 SIM卡方面的话它就有三个位置咯 两张SIM卡再加上一张memory卡 就是它有支持指纹解锁 还有支持这个脸部解锁啦 所以它的系统的话也是用这个NRES的咯 我们现在开箱的是这台Infinish Hot Play啦 OK所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侧边 侧边的话也是写住这个Hot Template 后方上面的话就写住它手机的配置 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盒子打开 它就有附送的是开SIM卡的这个SIM卡帧 再来的话它就有附送这个两本的说明书 那它也是有附送这个像钞票的兑换券 OK这个也是有附送的 它就有附送透明的这个萤幕保护子 还有给的是这个透明的后壳 这个是硬的后壳 它里面呢也是有包括这个MicroTable OK这个也是一起附送的 里面还有附送这个它的原装充电器 这个是它的10W的原装充电器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手机 OK在上方的话它这里就有两颗它的主镜头 然后这个是它的闪光灯 然后再来的话这一边的话是它的指纹解锁啦 OK再下来的话这边就有写住这个Infinish的这个logo 我们手上这个版本是轻舌的啦 它是属于亮轻舌的 它的底部呢这个是Micro的这个充电插孔 这一个的话是它的耳机洞口 3.5mm的耳机洞口 这个是它的microfon的sensor 它的侧边的话这个是它放心卡的地方啦 那这里就是它的wallet button 就是它的音量按键 还有这个是它的power button 就是它的开关机按键啦 它的喇叭的话是属于它在这个正前方的一颗喇叭 它底部是没有喇叭的 OK它的喇叭的话是在这个上方的 它中间的话这里是属于它的camera 下巴也是属于比较厚的 总共的内存是4GB的ram 可用的内存的话是1.7GB啦 储存空间的话是总共是64GB 可用的储存空间的话是46.85GB啦 我们也可以打开这个显示与亮度 然后在里面的话这个是它的字体调节啦 我们可以在字体这个地方来去调节它的这个字体的大小 它也是支持DDS的音效 我们可以在这个DDS音效里面我们可以调节我们要听音乐 或者是我们要玩游戏 或者是我们要看视频都可以在这边去调节的 它会帮你分配好模式里面最佳的这个音质啦 我们开启这个AI camera 它的zoom的话它最高是可以zoom到10倍啦 在这个video record里面的话我们可以开启 所以它最高的话是可以支持到这个1080p 它也是可以支持到这个720p 跟这个480p啦 它也是支持这个慢动作 说美元功能的话我们可以打开这个美元 它的美元的等级的话是可以从1去到最高是6个等级啦 再来的话它也是有这个瘦身功能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身材在这个地方把它调节瘦身 如果你要把它变成S字群曲线啊 你要丰满的曲线啊 或者是你要苗条的曲线啊 你都可以在这边去调节的 这个AI萌拍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这个人头像变成这些可爱的这个卡通人物啦 在这边都是可以去调节的 还是有支持这个全景功能 还有这个文档功能 这个是开启的夜景模式 然后拍摄的这个夜景效果啦 这个呢是开启的这个AI人像模式 这个呢是开启的后置镜头1080p 它是可以支持到这个30帧的这个帧数啦 这个呢是我们开启的前置的这个AI的camera 所以前置的话还是支持到这个1080p 30帧的这个帧数啦 所以我们现在打开它的这个安兔兔手机评测的话 这一台手机Infinish Hot 10 Play 它的跑分的话是走到104640分的 我们打开这个画面设置 它流畅最高也是可以去到这个中啦 均衡最高的话也是可以去到这个中 高清的话是它暂时不支持咯 因为我们现在也是测试嘛 所以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游戏效果 游戏画质我们把它开到最高 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一台手机啦 很多人会以为Infinish这个牌子啊 是非洲的手机品牌的了 但是其实它是中国的公司 它在中国的公司叫做传英控股 它是传英控股旗下的一个品牌来的 它主要销售的国家其实在于非洲 而且在非洲的话也是拿到这个销量第一名的这个成绩啦 所以现在就很多人以为它是一个非洲的手机品牌 但是其实它是中国的手机品牌啦 所以很多人就是误会了咯 所以我们再看回这一台手机啦 因为这一台手机的话它用的处理器是这个G35嘛 也就是这个mediatek的G35 我们可以看到大概在这个价位左右的手机啦 通常都是用在这一个P系列的P3 这个处理器来讲的话就是G的系列 其实来讲的话会比较优势啦 所以这台手机的优势是在于它的处理器 在同等价位来讲都比同等价位的处理器来讲更高啦 再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RAM的话也是配达到4GB啦 很多大概在500以下的手机的话 通常都是配达2GB RAM或者是3GB RAM 这一台类它是直接给到4GB 是给到相对的会比较高的RAM啦 再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另外一个主要的卖点 就是它的这个电池咯 因为在这个同等价位的手机啊 很多手机它给到5000的这个电池 5000的电池的话基本上就没有这么耐用啦 也没有这么耐久啦 所以它的续航也没有到这样长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一次的屏幕 也是给到这个6.82的这个尺寸啦 6.82的尺寸来讲相对的比很多现在的手机来的更大的 因为现在手机平均的这个尺寸的话大概是在6.5寸左右啦 所以这个6.82来讲的话算是比较大的 如果你是想考虑买一台大概500块左右的手机 但是你要找屏幕比较大的可能你需要给你的孩子上网课啊 你都可以考虑这一台啦 因为它这一台的手机的尺寸算是在这个价位里面来讲是比较大的一个手机来的 就很多人担心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保夹方面啦 保夹方面其实不用这么担心啦 因为它这个Infinite的公司呢 它在马来西亚其实有10多间的service center 但如果你们的手机有问题的话 你们可以拿到附近的service center去做warrant的 其实这个也不用太担心咯 我们今天的开箱呢就到这里啦 我对这一台手机有兴趣的朋友 都可以点击我们下方的这个shopee连结 来去我们的shopee上面做这个下单啦 最后跟大家讲就是我们有开了这个YouTube channel 如果还没有订阅我们朋友 赶快来帮我们去做一个订阅啦 因为如果你订阅了之后 在我们下次如果做新的直播 或者是有上新的影片 你都会在第一个时间收到这个通知的 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点赏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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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